今天的演講非常的精采 因為今天我們非常難得再度 應該是第三度 我們邀請到我們台灣 可以說是紅樓夢一姐 就是我們紅樓夢研究學會的 朱家文會長 那他同時也是我們東華大學 這個華語學院的教授主任 來跟大家來談談紅樓夢 那之前他曾經帶領我們 進到紅樓夢的世界 然後也做紅樓夢的神遊 透過紅樓夢的足跡 來了解人生 那今天老師也非常的用心 希望可以連結我們交大的 等於是我們的專長 來談談紅樓夢裡頭的科技產業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們特別 再度邀請朱家文老師來到交大 那希望透過他的帶領 未來同學們可以對紅樓夢 這一部中國的四大名著之一 可以產生濃厚的興趣 也可以進入古典文學的殿堂 那現在我們就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今天的演講者 我們的古典美人 朱家文 朱老師 洪主任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開心有機會再度來到陽明交大 跟大家一起來談談紅樓夢 今天的話題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 他是不是曾經也有過一些科技篇的話題 能夠跟大家盡量保持一定的溝通 因為交大的同學 大部分的同學比較偏向科技 或者是理工的人才 說不定跟紅樓夢之間就會覺得關係比較遙遠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談一談有關於科技的面向的話 說不定也會多多少少引起大家一些共鳴 不過有的時候演講這種事情很難說 我們有的時候想一想就是談紅樓夢或者談任何一部古典文學名著 究竟對在座的朋友們有些什麼影響 會有什麼好處 或者有什麼切身的貼身的需求 可以滿足大家的 所以呢 有的時候有些演講呢 就在想盡辦法說 今天是 譬如說今天很多社會人士 今天有很多管理的企業的人才 我今天來的都是科技新櫃 那我們是不是就設定一些題目講題跟方向 後來那個反應 就是演講完之後呢 給我們的回饋跟反應呢 讓我覺得好像也不一定需要 因為他可能今天來聽演講是為了要跳脫他的生活圈 或者是要來聽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是演講結束之後呢 有給我們一些回饋的意見說 老師我今天聽到你講了一句話啊 我很有共鳴 就是因為我也是曾經有過什麼什麼經驗 那我聽到那句話的時候呢 有一點有一點好笑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重點 但是呢 卻是他今天一整場演講聽下來的一個重點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演講呢 確實也很難說 我需不需要為大家稍微設計一下 量身打造一下或者什麼 這個也許就是要隨緣也要看情況一點 那今天因為是第三次來到交大 跟大家分享這個《紅樓夢》的課題 所以呢就先談一談就是他的科技篇 其實中國古代的科技呢 從唐宋以後呢就有很長遠的發展 其實都臨駕在歐洲數百年的這樣的一個拉長的距離 遙遠遙遙的領先 最有名的一部科技專著呢 就是《孟希彼壇》 北宋省闊的《孟希彼壇》 我也蠻早就注意到這部文學作品 幾乎是當年呢還在念博士班的時候 因為我在中央大學念博士班 我從中央大學的大學部一直念到碩士班到博士班 然後在開始教大一國文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想法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當作是國文的教材呢 但是那個時候好像沒有得到特別的共鳴 沒有國文系或中文系的老師說 我們應該把這些科技篇的專章啊 九章算金 孟希彼壇 這些課題當作是國文的題材來教 可能大部分中文系的老師也不會很看重 這方面的著作 他們大概覺得譬如說論語很重要啊 或者是說來談一些唐詩啊 唐人傳奇啊 甚至於台灣文學作品啊 比科技專章啊 文人的科技筆記要來得重要一些 所以這個部分呢也就落下來好多年 最近呢我們學校東華大學奠基系的老師 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就說 我們學校東華大學談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開學到學期中後段了 我也沒有去打聽就是 他後來開課的情況啊 或者是又鑽研了哪些課題 不過就我的體會啊 就我的認知 其實北宋的沈闊呢是一個軍事家 他在軍事方面呢有一定的認知跟場族的發展 也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認識到了很多所謂科技面向的問題 第一個呢他去爬太行山的時候呢 發現有很多貝殼的化石 那這就要思考一下這個 為什麼山上有一個斷層的岩石帶 像一條山的腰帶一樣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貝殼 貝殼應該在海底嘛 所以這樣很有理由相信就是 原本這座整座太行山脈是在海裡面的 那它是為什麼會現在變成在山上了呢 哦 那就第一個想法就是 中國古代有個神話叫滄海桑田 說是有一個鄉民或一個農民 他有一天受到了上天的啟示說 好好準備一場盛宴 有天神要到你們家做客 他就忙得不得了開始把人間最好的食物呢 做了準備 果不其然日子到了以後呢 天上來了兩個神仙 兩個神仙呢就覺得跟他對坐 吃飯喝酒沒有什麼共同的話題 於是這兩個神仙就自己聊天 就說你上一次來人間是多久前 他說大概五六百年前吧 他說那你上次來的時候有什麼印象 他說我上次來的時候這裡是大海 然後更更上次來的時候這裡是桑田 是土地 可是我剛剛飛下來的時候 我那個飛行器慢慢慢慢下降 到地面的時候我發現這個地方好像 就是慢慢地地形又要轉變了 說不定我下次來的時候這裡又回到大海 所以這個故事後來就變成了滄海桑田的一個成語嘛 典故的出處 說幾百年或幾萬年間地貌地形一直不斷地在變化 不過當年沈闊有一個思考點他說 他覺得應該是泥沙淤積的結果 因為呢這個河水呢從山上不斷不斷地衝擊 衝擊下來之後呢就把這個地方呢 衝擊成為一個土壤風厚的山區 所以這邊本來是大海的才有那麼多貝殼 那我們今天都知道說他這個說法呢只之其一 另外其二呢就是地殼會變洞 會底下都會翻上來 這也會造成滄海傷田 這就說明了他的就是觀察力或者思考能力 比較這個就是縝密 會去開始去想像這個問題 不是只是被神話呢帶著走 另外還有一些情況 譬如說當時宋仁宗呢在朝 太監呢就抱了一個恐龍彈飄飄飄跑進來 說恭喜皇上那是叫官家 北宋的時期啊 恭喜官家 我們發現一個龍彈 那因為皇上就是龍啊 所以我們發現一個龍彈 所以呢這個可能跟你有近親的關係吧 就是反正就是覺得說很開心啊 有龍的這個險勝或者是險象 皇上呢一聽也其實也蠻高興的 但是他不知道把這顆蛋怎麼辦才好 所以呢就說那我已經看過了 我也很高興 那就是發現這個龍彈的人呢 個個都有賞 賞完了以後就把這顆恐龍彈呢 就放到了那個水曼金山寺的正江金山寺 就法海的那個金山寺 這不放還好 一放呢金山寺馬上接連三四天都發大雪 就淹水了 又來個水曼金山寺 所以大家就說 嗯 這樣聽起來有一點不太 苗頭不太對 有一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呢 有可能是不是吉祥的徵兆 可能是一個倒霉的很衰的一個意象吧 所以呢大家就說 沈闊不是一個就是寫了孟西筆壇的那個科技筆 科技筆記的大作家嗎 找他來看看 問他究竟怎麼回事 那於是呢沈闊呢就到金山寺呢去看了那個蛋 他說大概呢就是五公升的就五蛋米的 五蛋米的一個米包這麼大 那我要弄恐龍蛋就很大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拿起來以後發現 輕很輕輕輕的 敲一敲 其實他那個整個摸起來的觸感跟材質呢 應該跟雞蛋差不多大小 那然後呢一晃一下以後發現說 哎呀沒東西啊空的 然後把他放回去 人家問他說怎麼樣 究竟吉祥還是不吉祥 他說這怎麼能說呢你要害我嗎 好所以沒有特別多說什麼 所以當時呢其實我到 就是這個包括人類學的這個課題呢 我曾經到過北京的房山縣的周口店 大家知道那個山頂洞人 一個北京人在那裡發現 現在也已經有了一座博物館 去參觀博物館的時候 那時候人類的化石 還有一些狗的化石 還有就是火種的化石都有留下來 像譬如說有一顆栗子或什麼 它從樹上掉下來 掉在草地上 然後剛好打雷的時候 啪啊閃電喔 就打中了那顆栗子 或那一些栗子 那裡面就開始悶燒 那個栗子啊或者那個果實啊 裡面就開始悶燒 那人類那個時候呢 就趕快拿一個大葉子 把它蓋起來 就流火種 等到你要煮吃的東西的時候 就把它拿來生火 所以有了熟食之後呢 這個新石器時代啊 或石器時代的文明 就開始進展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那一次呢 有一個團員 他說 他說 因為那個時候的人的個子 非常非常的矮小 大概就像一個小學低年級的學生 個頭這麼小 現在的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這麼小 可是狗呢 就非常的大 那時候的狗的體積比人還要大很多 他說這是人 這是狗 那個導覽人員就這樣說 我們有一個團員就問了說 我有一個問題 他說狗這麼大的話要怎麼遛狗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他哪來這個問題 也許他是一個愛狗人士 他說那要怎麼遛狗啊 就是抓不住啊 因為人太矮 矮小 結果那個導覽員 他也錯愕了一下之後 就恍然大陸就滿好說 是這樣的 那個時候啊 狗不是人的寵物 那個人是狗的食物 所以人呢 會被狗呢 追著跑 所以這個大陸其實有很多地方呢 都有化石遺跡 包括恐龍 四川啊 山東啊 到處都是 那只要一地震啊 整座山了 產生了這個錯位以後啊 就有一面牆這樣掉下來 那整面牆上就是很多暴龍啊 各種龍的 骨頭 翼龍 天上飛的那種翼龍 骨頭的這個化石 非常大面積的 所以這個大陸的這個化石遺跡 他們做了很多長時間的研究 但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它起源於宋代 就一開始有這一系列的發展 那另外就是發現石油 本來呢 有人告訴這個打仗的 北宋啊 跟遼津西夏啊 都做戰爭 那但是呢 他跟以前那種蠻夷之邦啊 去做不對等的 這樣子一種 就是征戰呢 是不一樣的情形 以前呢 在唐代以前啊 無論你是打匈奴啊 還是打這個契丹啊 或是各個民族的話 他們是屬於 比較沒有開化的民族 但是到了宋代以後 我們就逐漸發現了 其實這個西夏啊 黨巷啊 這些 寮啊 金啊這些 它已經有自己的文字了 它還有自己的城池 它有自己的文明 語言文化音樂 什麼等等都有 還有整座的皇宮都有 所以它跟你是並駕齊驅的 已經沒有像是這個早期 我們認為是野蠻民族未開化 所以這樣子 就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一個 嚴重的外患 打仗的時候打不贏怎麼辦呢 就只好碎書 很多的金箔啊 那個柴貨啊等等的 那也有人發現說 有一種油啊 叫汁水 黑黑的 很濃很濃 濃的不得了 濃稠的不得了 它從地底下呢 因為不斷地冒出來 不斷地冒出來 沒有人知道呢 它可以做什麼用途 沈闊就去看了 看完以後 他就說 這個東西呢 如果把它 把它撈出來 我們做那個小的毯子 或那個瓮 酒毯子那樣子的 把它放在裡面以後呢 綁起來 要用的時候 一點火馬網 因為一丟啊 就像炸彈一樣的 所以最早期的汽油彈呢 不是叫汽油彈 叫石油彈 就這樣 它一丟出去 點了火燈 又丟出去就爆炸 所以 欸 這樣子呢 是不是就可以做武器了呢 所以 在冷冰氣時代的時候呢 這個 石油彈呢 還是滿 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就覺得說 汁水 名不符實 汁就是脂房的汁 流水的水 不是汁水 它是石油 所以石油這個名詞也是 就審闊呢 改名了以後呢 就定位了以後 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叫做石油 但是它打仗的話 大概就打一小段時間 之後呢 它最大的用途是拿來做磨 因為你一丟出去這個石油彈呢 往外面朝著敵人方向 點了火以後 往外面一丟 然後它就爆炸 爆炸是小事啊 冒那個濃煙啊 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的那個濃煙 還有巨大的落成啊 這個如果蒐集蒐集的話 可以做一個就是 可以做很黑的 可以寫字的墨 據說它自己寫的還不錯 那據說呢 蘇東坡也曾經幫他背書 說這個又黑又油又亮 跟一般的墨汁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故宮博物院 有一個松楓閣的書法名作 是黃庭堅的作品 它那天晚上很可憐 它雖然是蘇黃米菜四大家 而且呢它的書法呢 也佔據這個全中國 就是這個佼佼者的地位 可以直逼蘭婷集序 但是他寫松楓閣的時候呢 據說很可憐 他在松楓閣那個地方住了一晚 晚上睡不著很有詩信 教起來寫詩 結果同仆都睡著了 所以他就自己磨磨 古代文人也真是的 原來他們都不太自己磨磨的 如果同學們有參加過書畫社啊 喜歡畫一點國畫 寫一點毛筆字的話就會發現 我那磨磨是一項修行 磨個幾千下以後 那磨才夠厚 夠黑 夠濃 我們在上書法課的時候 為此所苦 因為你光是坐下來磨磨 就要磨大半個小時 然後問老師說 老師夠黑了嗎 夠黑了嗎 老師說再磨一下 我又再磨了半個小時 那就磨你的杏子 也磨這個磨汁 讓它夠黑 夠濃 結果黃庭街那天晚上想要起來寫詩 同仆都睡了 沒有人幫他磨磨 所以他用了淡磨寫 也流傳千古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可見得自豪不再磨磨汁或墨水 我前不久上書法課的時候 老師還跟我講說 不然你就加一點墨汁再去磨好了 因為他覺得我們都沒有耐心 那現在呢 那個石油袋丟出去製造的濃煙呢 蒐集了以後有落成嘛 蒐集以後做成的濃墨 據說又黑又油又亮 然後又不用磨 所以這個也是 我覺得他的思考點很有趣 他並沒有把它拿來當作是 絕佳的一種武器來使用 他終究還是一個文人 我們今天分科系分得很清楚說 你是資工系的 我是中文系的 好像我們就老死不相往來 可是對於從前的這樣一個文人而言 他是融合在一起的 我既是一個軍事家 要做一些武器科技的研發 我同時骨子裡頭也還是一個文人 最後不打仗的時候就想想說 那這個可以做什麼用 才是太平盛世長治久安的時候呢 能夠對大家千百年下來 都有幫助的一件事 可惜呢 他後來打了敗仗之後呢 就被處罰了 那他也從軍中退伍下來 退下來之後呢 他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他想到他在打仗這幾年啊 有一個道士曾經來找他 跟他說 有一個地方啊 直覺跟你很相配 那這個地主呢 急得要賣 價格又不貴 您看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覺得很適合你 那這個審闊就那時候 可能耗面子 也可能真的有點積蓄 那也可能覺得 這是一件小事 就說不用看了 那我就先付你頭期款好了 我就把一塊地買下來了 裡面可能一個園林 可能也是有帶房子的 那因為後來打敗了仗之後 其實那個墨也沒有大量量產 他就退伍下來 退伍之後呢他想 我該去哪裡 想一想說 我不是買了一塊地嗎 就跑到那裡去一看 他嚇了一跳 那個他 據他自己在夢西筆壇裡面說 他數十年來常做一個夢 夢到了一個地方啊 這個清晰流水啊 然後綠草如荫 花園裡面花團景簇 是一個夢想的國度 常常醒來以後都覺得很感嘆 過幾天又夢見 有一些學者認為呢 他是有點誇張的嫌疑 他之所以要把這部著作呢 定名為夢西筆壇 所以一定要說 我夢中呢有一條小溪 可能是有點文人的虛構的 那個成分在其中 但是無論如何 他自己說的嘛 他說 他到了那塊他買的地 一看他嚇一跳 就跟他這麼數十年來 常常做夢夢見的那個地方呢 簡直一模一樣 好 那這就是我夢中的樂土 我退休就住在這裡 那附帶一提 就是大家如果有一點點 北宋的文史 嘗試的話都知道 神闊的家庭不墓 他跟他太太的關係 十分惡劣 所以這也促成了他 就是一個人 居住在夢西的主要原因 所以呢 他就用他自己的那個墨 然後住在一個夢中的 有吸水的地方的夢西 然後就寫下了這一系列的 包括考古學啊 人類學啊 社會學啊 還有一些算學數學的說明跟介紹 所以大家說 一部科學著作 怎麼會叫夢西筆潭呢 感覺像非常聞人 那他的來源就是這個樣子 他裡面還談到立法的問題 其實他最早還沒有入伍去當軍人之前呢 他是在這個青天界呢 去邊修立法的 立法的人家數學非常好 那好到什麼程度呢 就從春秋戰國時代 一直到北宋年間 所有的日時月時 全部要能計算得出來 如果您能計算得出來 那往後的 數百年間的日時月時也要能夠預告 這樣子的一種數學能力 它是一個大量運算的 又不是網馬青菜豆腐那樣幾塊錢的 運算非常大 那因為以前並沒有電腦 也沒有電子計算機 所以他們就在地上啊 像這麼大的一個空間教室呢 擺那個籌碼 一根一根的比牙籤再粗一點的小棒子 然後去做大量的運算 當時呢他們就有一個著名的數學家呢 叫魏璞 眼睛盲人 盲人的數學竟然這麼好 排了這整個房間的這個籌碼 去做大量的運算 要算出從戰國時代已降 所有的月時跟日時的日期 然後再往下去排 五百年以後 所有的日時跟月時的日期 結果這個省闊呢就走過去想說 這個數學家這麼厲害 這個運算空間這麼大 大量的這個需要這麼多的籌碼 那他又是一個盲人又看不見 他怎麼能夠算那麼準呢 於是呢就把幾個籌碼 偷偷地拿起來 然後亂放放到別牌去 那這魏璞就算錯了 最後魏璞就算錯了 想一想很懊惱就說 我怎麼可能會算錯呢 想了半天以後就重新啊 整個屋子裡面的籌碼 全部就這樣摸黑的這樣 再摸一遍以後就說 哎呀這個放錯了嘛 這個一拿回來就對了 好很厲害 所以當時北宋的這個數學家 也都是佼佼者 他當時也沒有電腦啊 也沒有計算機啊 就光靠那個竹籤啊 這個這麼大一間屋子擺滿了竹籤 就做各種各樣的這個城市的運用跟演算 最後他告訴我們 從這個戰國時代 一直到今天我們北宋的這個 宋仁宗為止 總共呢有一百多少次的月食 一百多少次的日食等等的 這裡面呢 有兩次記錄錯誤 不是我算錯 他記錯了 他的當時戰國時代 他時間記錯了 他就有這樣子的自信啊 跟膽識 可見他們當時的這個數學的能力呢 也是五出其右 也很厲害 那麼這個時間呢 就慢慢拉到晚清 晚清呢 新時投計的出來以後呢 這個課題又做了一個 全新的發展跟演變 我相信 北宋那個時候是搖搖領先了俄羅斯啊 搖搖領先了歐洲啊 大概七百年之搖的一個科技的先進的程度 譬如說俄羅斯那個時候要做等高線的話 地圖等高線的話 可能晚了省闊真的有七八百年的時間 那省闊為什麼要做等高線呢 因為呢 清明上河圖那條河嚴重淤塞 說欸不會啊 我看那條河 我看那一幅張澤端的清明上河圖 畫得非常的這個 就是在重量啊 就是船隻啊 這個往來如縮 那是後來宋徽宗的時期的一幅畫 在宋仁宗的時候 他預設的很嚴重 幾乎已經到了國家命脈要斷絕 要亡國的地步 因為這一條河 變河 所謂的清明上河圖的這條河 是一條運河 這條運河其實也從戰國時代開始疏通 一直到北宋 然後呢 它是疏通黃河到淮河中間的這個路段 也就是說 我如果要從淮河水域區呢 到黃河水域區去軍商貿易賣東西 那我的貨物呢 就要走變河 那這個一邊呢是黃河 一邊是淮水 中間的這個拉通他們的兩條河水區域的就是變河 也就是所謂的清明上河圖的那條河 可是呢 因為有黃河的關係 哇 那就大量的泥沙就淤塞 淤塞到什麼程度呢 孟西彼潭裡面說呢 河床啊 高出了普通 一般兩岸人家老百姓的地面的一丈 一丈多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個河堤跟圍牆呢 就築得很高很高 那一旦河堤溃堤的話 那兩邊的老百姓啊就遭殃了 所以這一定要整治工程 整治工程呢有很多方法 譬如說我現在把一個河堤的缺口打通 然後讓河水呢都沖掉 沖掉以後呢 因為它還有很多泥沙 所以會衝擊出一塊平原地出來 那當然那邊兩岸的人民要驅散 河岸口的人民要驅散 可是宋仁宗沒有採取這個策略 跟新舊黨征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 我不管你的政策好不好 因為你是舊黨提出來的政策 我新黨就反對 所以新黨提出來的政策呢 再怎麼好 我舊黨還是反對 所以這個政策就沒有獲得實現 也就是說 現在河堤價這麼高 那河水的水位 河床的水位 也高出了我們人頭的依障多 那萬一它潰堤的話 我們兩岸的居民就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倒不如呢 找一塊地 找一個空間 把那個河堤打破 讓水沖出來 它一沖出來 霞泥沙巨下 就會在出海的地方呢 造成一個海埔新生地 那這個提出來的意見非常好 但是因為是新黨 呂慧卿他們提出來的 包括 應該包括沈闊也是新黨 他提出來的 但是呢 舊黨的人就反對得要命 所以這個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怎麼辦呢 總是要想辦法解決啊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 那這樣子好了 把黃河那邊先封起來 讓淮水的水呢 讓淮水的水呢 進來 去做 就是 跟變河之間呢 做一個水質上的清理 因為淮水乾淨嘛 淮水如果進來變河的話 變河呢 水就會清澈 比較乾淨一些 可是問題是 淮水要高 變河要低 這樣它才會衝進來 所以你找到了一個位置之後呢 還要去畫等高線 讓它一層一層一層的下降 才知道說 從淮水呢 到這個變河呢 是怎麼樣衝下來 這等高線的概念 是從它那個地方 開始發展出來的 而且它也真正做到了 它也真正做到 下降就一個樓梯 再下降一個樓梯 再下降一個樓梯 最後衝到變河這樣 這個水利工程呢 做得相當好 水土的保持 水土的這個興修呢 也就是從它那個時候 開始發展起來 所以五十年之後 宋徽宗的朝代呢 就那個時候呢 就找了一個畫家 叫張澤端 就畫了這個 變河兩岸的好風光啊 那麼多的商家 那麼多的電號 那麼多的老百姓 這個往來如知 有一架橋 一個拱橋 橋上鎮滿了人 大家都那麼開心 那就是因為五十年前呢 又沈闊做了水利工程 才發展出這樣的一個局面 所以談到這邊 大家就想說 我們就知道 其實中國古代 包括那座拱橋 也非常的厲害 橋為什麼不搭平的就好了呢 搭平的不是很好做嗎 從我這頭到你那頭 就是這個 不要勞民傷財 省時省力 但因為有船要過 有船要過 所以要架一個拱橋起來 讓它大船 運貨的船過去 我們都知道 變河是要載貨的 它不是溝通黃河 跟淮水兩大水域嗎 它是做交通 這個運輸 航線用的 所以它的每一座橋都是拱橋 那拱橋 那拱橋要怎麼做呢 就是一個力學原理 就是搭起來 就是很有這個力學的概念 這些等等的其實都是 那我們有了一個基礎的概念 了解 其實在一千年前 北宋就是上一個千禧年 今天不是二十一世紀的初期一段時間嗎 上一個千禧年呢 剛過一千年多一點的時候 蘇東坡是一千一百年過世的 北宋的蘇東坡是一千一百年 那時候剛好黨爭最激烈 不然它怎麼會別到海南島去呢 所以大家有一個概念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西寧年間宋神宗殿法大概是一零多少年 那一段時間點 那不就跟我們現在二零多少年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是一千 整整一千年前 它就有這種拱橋 它就有這種水利工程 它就有這種等高線圖的地形圖 那還包括剛剛說的石油蛋 打仗的時候 還有很好的石油做成的墨等等 還有剛剛說的恐龍啊這些考古啊 人類學啊的課題還很多 它這本書裡面非常豐富 講到的大概基本上都是一些數學啊 化學啊 物理啊等等的 還有土木工程的科技的書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基礎 大致上了解說中國古代其實也不是沒有 這個工程的概念或者是科學的知識 但是呢 就是在這個基礎點上呢 一路的發展到宋元明清之後呢 又有了一個新的態勢的轉變 就是17世紀的時候 歐洲發展出了工業革命 這個工業革命帶動了蒸汽機 那我們就要來談一下 就是歐洲有了蒸汽機之後 會是什麼現象 我們剛剛跟主任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在聊天 提到我們一個共同的好朋友 郭元錦董事長 他在台中呢 做中心製造 然後我帶朋友去參觀他的紡織廠的時候 大家都說 這個是不是跟江陵製造很像的意思啊 聽起來有點像 好像 你不是說紡織廠嗎 說製造 覺得它是古雅的用詞 那果然就是它是一個老牌子的這個紡織廠 台灣重要的老牌子的紡織廠 它這幾年翻紅了 我去它的紡織廠參觀的時候 它的牆上呢 掛的那個LV啊 庫吉啊 很多名牌的 就是 允許來這邊檢視過 巡視過這個工廠以後呢 合格的證書 所以它是可以專門製造這些 一線的名牌奢侈品的包包啦 或腰帶的背帶 他們專門製造這些背帶 他們早期呢是做軍用的 軍用的皮帶 腰帶 那我說那現在為什麼不做呢 可能現在阿兵哥也比較少 出貨量也沒有那麼大 另外一方面他覺得跟公家單位 打交道太麻煩 所以他就去接洽了義大利 米蘭 英國倫敦 跟法國巴黎這些重要大廠來 就幫他做代工 那他怎麼做呢 他說現在的機器呢 就是在你面前有一條生產線 全部用電腦控制 只要有一個人就可以了 站在最尾端的地方呢 把那個做好的包包 用電腦控制的那個機器 做出來的包包呢 就收尾 怎麼收尾呢 看一下以後 是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品 然後剪線頭 如果有一點點線頭把它剪一剪以後 然後接下來放到盒子裡面包裝起來 打個蝴蝶結合 做得很漂亮 那一個LV就做完了 然後他就問我們一個問題 他說 老師有沒有覺得最近LV賣得比較便宜一點 我說沒有 我們覺得還是很貴 但他說 我會應該比較便宜 因為是量產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工業革命之後呢 每一個東西 譬如說一塊肥皂啦 一件衣服啦 一個腰帶啦 一個口罩啊 所以所有的東西呢 本來一天 不要說一天了 一個腰帶 和服的腰帶 可能要支半年喔 這個王熙鳳身上穿的那件絲綢 可能也要支個大半年 繡花繡個大半年 可是現在有著這個機器控制以後 他一天就可以做幾十個出來 所以他價格就壓得很低 但是他要銷貨呀 他為了要銷貨 所以他就遠征遠東 到了中國 到了日本去叩關 打開他的通商口岸 要求叩關 那中國呢 因為這幅圓遼闊啊 人民也眾多 所以呢 還撐了一段時間 日本早就撐不住了 所以就做了開關的打算 那所有的通商口岸開關了以後呢 日本人自己的東西就不買了嘛 因為我們的東西做得又慢又貴 又成手工 他的東西呢 我們就不用做什麼有產染啊 吸鎮汁啊 有田燒啊 九谷燒啊 那個美國那個工廠 就是工廠的生產線 一下子就做了幾百萬個出來 價格壓得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就買它的 我們的原料也用它的 東西也買它的 久而久之日本就瀕臨破產 這個都是在新石頭季發展的 前面的一個時代背景 要先了解一下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自己的經濟實力呢 大幅的落後之後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買國外的 錢都會到國外去 那我們自己沒有生產實力 所以國家面臨破產 這個就是為什麼日本人 發展出明智維新 它要去向西方學習 它機器什麼 剛剛我說的董事長 它就是 它那套機器 它說最重要的就是 要買國外的機器 那個電腦控制的機器 當時明智維新就是要向西方 就一步到位就買它那最好的機器來 我們自己生產 錢就不會落到外國人口袋裡去 所以它明智維新成功就成功在這裡 那中國的白日維新呢 後來就落後了很多 沒有成功 這個也是可以做歷史課題的比較 我們今天看的《星石頭鏡》呢 就是在 就是晚清的那段時間 就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物須政變》和《白日維新》 那段時間點上 出現的文學作品 實際上呢 像《五簡人》的《星石頭鏡》呢 它距離魯迅呢 或張愛玲的時間 並不遙遠 但是你會覺得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老殘游記》 就是古典的 魯迅的作品 張愛玲的小說 就是現代的 現在中間不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你就覺得張恨水就是現代的 那這個都有一些背景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西方自從工業革命發展起來之後呢 它傾銷貨物到遠東來 那中國因為幅源遼闊 然後物產豐龍 一下頂得住啊 不會破產 也不需要買你的東西 也可以活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呢 它就只好傾銷鴉片 那你上癮了之後 你就還是有一樣東西 不要買它的不可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能夠和北宋的省闊呢 去做同理的這個對比 那當時它遙遙領先在世界的 科技的這個才能之上 那到了晚清的時候 確實呢就是江和日夏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新石頭記 那我們來談談這部小說 非常好玩 它是晚清的一部譴責小說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二十年墓主之怪現狀》啊 《老殘游記》啊 這個新石頭記也是 那麼它可是呢 它又是《紅樓夢》的余序 就是石頭記的余序 怎麼說呢 大家記不記得正版的《紅樓夢》 在第一百二十回的地方 賈寶玉呢 光著頭 赤著腳 披著一領大紅星星毯 左邊一個和尚 右邊一個道士啊 就是空空道士 是渺渺真人啊 然後就歸筆大荒了 他的爸爸呢 坐在船艙上啊 就是在這個長洲啊 碧陵翼 一個翼戰的船艙上呢 遠遠看到一個年輕人 四杯四喜 頭上呢 頂著個大光頭 赤著光著腳 披著一領大紅星星毯 左邊右邊呢 各有一個出家人啊 然後呢 他倒頭下來 拜了四敗 賈政看了以後呢 覺得遠遠的看不清楚啊 就問他說 你是寶玉嗎 是寶玉嗎 但是這個人呢 臉上的表情四悲四喜 好像不知道他究竟是 真正高興還是不高興 就這樣子拜了四敗 站起來以後呢 就和這個一生一道呢 飄然圓去了 他們走了以後 走了很遠之後呢 賈政非常感嘆地說 寶玉啊 你哄了老太太十九年 所以他應該是十九年 十九歲那一年出家的 就歸筆大荒了 回到大荒山 無積牙青耿風上去 北京的胡文斌教授呢 他曾經告訴我們說 賈寶玉啊 可能不是出家 因為他沒有穿袈裟 也沒有穿森袍 那 曹雪芹一樣 又在規避一個文字語的問題 也規避一個 就是當時的法令 或是規章的問題 滿洲人啊 就是這個官員以上的人啊 他是不能 貴族不能出家 貴族當時不能出家 所以你如果穿了森袍 坐定了他出家 那這本書有問題 所以他就讓他穿紅色的衣服 披了一領大紅星星沾 這個陡棚啊 讓他飄然出城 那到了晚清的時候 不是一個 又是抽鴉片 又是政變失敗 這個 六君子呢 在追殺的行列裡頭 國政非常的衰敗的時間點上呢 出了一個作家叫吳沃瑤 他原本呢 在上海的報灘 報刊啊 這個做編輯 或做一些寫作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連載 那因為呢 對時政呢 感到非常的無奈 也很傷心 所以就寫了一個故事 有一天呢 那個大筆一揮 下筆就寫了 賈寶玉呢 出家了以後啊 在禪寺裡面呢 修行了一百年 時間來到了光緒年間 就從乾隆啊 應該是說 當時就是康雍錢的盛世嘛 從乾隆以降算起呢 我們看《紅龍夢》的定本 百二十回的稿本的出來呢 是在乾隆年間 那他不是寫乾隆年間的故事 他是寫康熙年間的故事 他就往前去追溯 追溯他爺爺那一輩的家庭生活 那如果從乾隆年間往下算 又過了一百年 他在那邊打禪 做禪做了一百年之後 突然之間繁星又動 這個婉清的這個作家 突然之間繁星又動了 就想要到人世間再去看一看 那於是呢 他就抖了一下身上的 抖了一下身上的 就發現 哦 好多灰塵啊 好多泥土啪啪啪啪這樣掉下來 一旦呢繁星一動以後呢 他就不能夠坐得住這個 坐禪了 於是他就開始留頭髮了 頭髮留好了以後 留了一個辮子在後面 他就這麼走出了禪室 從新呢到了人間 來到人間之後呢 他首先呢就去找他的小絲 大家知道他的書童吧 叫做明煙 有另外一個版本說 叫裴明 這個人呢他就是 當初呢就說寶二爺走失了 丟掉了他 嘰嘰媽媽要去找他 可是又沒有找到以後呢 他就不敢回家 於是就流落在外 找寶玉呢很快地就找到這個明煙 他就說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終於能夠找到你 那我們現在趕快回家去看看吧 他就說 現在大家都坐火車了 如果要去南京的話 我們可能要搭一個火車 慈禧太后那個時候 開始有火車嘛 然後他們坐了火車到南京去之後呢 找不到明榮二大街 找不到榮國府 找不到榮國府怎麼辦呢 就到旁邊客棧稍微休息一下 點杯飲料喝 喝茶的時候就問 這個酒保 就問那個茶博士 就問他說 請問你榮國府怎麼走 他當然有點慚愧說 我自己家我都忘記怎麼走 請問你榮國府怎麼走 這個茶博士啊 就是這個店小二啊 就問他說 哪個榮國府啊 他說 你是說賈寶玉住的榮國府嗎 他說 對對對 就是你知道啊 那怎麼走 他說 那你是賈寶玉的什麼人啊 就好像逗趣地問他一下 他說 我就是賈寶玉啊 這個店小二就說 各位看官 你們聽聽啊 我已經長久以來奉勸大家 不要讀小說讀到入迷 你看現在不就是一個火寶出現了嗎 竟然有人自稱賈寶玉 還說要去榮國府 這不是笑死人了嗎 大家就哈哈哈哈就笑 賈寶玉覺得 這有什麼好笑的呢 所以這個小說根本就是一個後攝小說對不對 他說這有什麼好笑的呢 然後那店小二告訴他說 你去買一本 《紅樓夢》來看一看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大家又一直笑一笑 那沒辦法 他們主仆兩個人就去書店買了一本《紅樓夢》 他就把他自己的故事從頭到尾看完一遍之後呢 我懵懵懂懂的說 我的故事已經有人寫完了 很離奇 我們後來那個二十世紀很流行的那種 後攝的題材都是這樣寫的 我在看我的故事 然後或者是說 我在跟寫我故事的作家進行對話這樣 很荒謬的也是很後現代的某種藝術 那他就看完他自己的故事覺得 不知道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有人就指點他說 不要往南京走了 那金陵城已經沒落了 應該去上海 上海在哪裡 他就指點了他一個方向 又坐了火車到上海 到了上海之後呢 他遇到薛盤 大家知道薛盤吧 薛寶釵的哥哥 我蠻佩服五簡人的 因為他沒有讓什麼林黛玉復活呀 然後沒有讓薛寶釵出現 他竟然讓薛盤這個 因為他的頭腦比較靈活 他當時就是一個 遊走在江湖上的一個 可能疏讀的不好 但是呢 可能混江湖的能力算是蠻強的 他就告訴薛寶玉說 那你終於下山了 要見見世面了 我帶你好好去看一看 到處走訪走訪啊 他說是嗎 我可以走訪什麼地方 他說首先我們去學校 就來到了一個像交通大學 這麼好的一個大學校 那一進去以後呢 他說這間教室有五百人 薛寶玉就說五百人 五百人怎麼可能聽得見老師說話啊 他說沒有關係 拿了一個iPhone的耳機 無線的 他真的長耳機 就拿了一對耳機 叫他塞在耳朵裡面 可是我們這個iPhone的無線的耳機 是很後面最近這一段時間才有的嘛 我還記得我是前年還是大前年的時候 突然之間很感嘆就是說 那個耳機的線啊 一直打結打結 每次從皮包掏出來的時候就打結 所以要聽耳機的時候就開始整理那個線 後來我先生就送我一對無線 我那時候捨不得用 跟他說這個很貴耶 那這幾年到處都是 他不僅是蘋果做的 各家廠牌都做 可是呢 這個故事的出現卻是在光緒年間 就吳簡然就寫說 賈寶玉就被帶了那耳機塞到耳朵裡面去 他說有用嗎 他說你做 你隨便做哪一個位置 說做那邊角落的死角 還是做最後一排 還是做什麼地方你選擇 他坐下來以後呢 這個上課終身一想 老師走進來在講堂上 對著五百人講課 賈寶玉覺得就在他耳朵旁邊講 賈寶玉覺得那個老師就在他耳朵旁邊說話 他覺得太神奇了 然後這時候下課 就是上完課下課以後 薛牌跟他講說 我們下一堂課是體育課 他說還有體育課啊 那體育課就要操場嗎 他說不是 體育課要去海邊 這賈寶玉就說 開玩笑 這裡離海邊多遠啊 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有那個飛行船 飛行船在哪裡 我說我帶你去 就在這個圖書館出去 那個大草坪旁邊就有 那賈寶玉一邊走 一邊穿過大草坪的時候 就問薛盤說 我們是走過去等還是怎麼樣 他說等就不叫捷運了 捷運就要快速 所以呢 現在的飛行船 站定就有 你走到那個 那個公車總站站台的地方 一站定 一艘飛行船就下來 就下來接你 那他發現這飛行船 天空飛的到處都是 而且呢 有四個人六人做的那種 圓圓小小的太空船 跟飛行船 也有大巴的 那時候薛盤帶了幾個同學 帶著賈寶玉呢 就做那個小巴的 圓圓的飛行船 就一下子五分鐘之內 沒有遲到 就到了海邊 有實彈射擊 有火炮訓練 也有那個 航空母艦啊 也有潛水艇 所以看得出來 當時他們需要 晚清的人需要的體育課 是一種軍訓課 也是一種 要無揚威的 希望能夠宣揚國威的 一種軍訓課 代表當時的體育課 跟我們今天體育的概念 還不太一樣 這故事還很長 故事還很長呢 還包括哪一些事情呢 還包括 後來他們 這個幾個同學呢 又有一段奇遇 說 有機會呢 到非洲去走走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說一聲 要去我們就馬上去 因為有朋友要招待我們 焦寶玉就說好 那我們就去 於是呢 那個很棒的那個飛行船 另外一種飛行船 再他們到了中非洲 大草原上去 有各式各樣的大鳥 跟他們飛在一起 哇 那個可能 比做熱氣球還要過癮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從非洲 得到了一些好東西 封建的傳統的觀念 還是沒有改 得到了一些寶物跟好東西呢 就想要獻給皇帝 他們千里迢迢帶回中國之後 就要把寶物拿去 貢獻的時候呢 就說這個貨物要怎麼運呢 他說有地鐵 哇 太厲害了 他們下到地下室之後呢 是一種磁浮列車 他說 在地面上呢 有一些像 吸鐵一樣的那種鐵片 那你的車子就在上頭滑行 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 於是他們就把他們 從非洲帶來的貢品呢 就運到北京去了 這些故事其實都寫在光緒年間 算是當時為了救亡圖存 發展出來的一個新面向的科技願景和願望 但是很多像磁湖列車啊 像太空飛行船 我們今天還沒有完全看到 但是無簡人寫下這個作品之後 不久有一個日本人就已經寫下了 登陸月球的小說 就已經站在這個科技小說 應該說科幻 科幻文學的這樣的一個場域裡頭呢 日本人還更進一步 就在幾年之後就寫下了 已經上月球的這樣的事實 那說明一件事情 文學都走在前面 反正他想像力沒有什麼成本 也不是真的要做科技研發 他只是靠他的想像力呢 就去發揮了 要去月球就去月球 要滑到北京就滑到北京 要飛到天上就飛到天上 而且我覺得他們捷運的概念特別好 跟我們後來看好萊塢的電影有點像 滿天都是飛行船 不要等 今天去捷運站還要等 去高鐵站還要等 說速度有多快 但是都還要扣掉與往返的交通時間 接駁的時間 還有站在那邊等高鐵的時間 但是賈寶玉呢 跟薛盤講話的時候 薛盤告訴他說 站定就有車 一站定就有車 這樣才是叫捷運 這個概念還滿好的 我們應該要多讀一點古書 看看古人一百年前 就有拿一些新的idea 能夠為我們所用 為我們所感到一些醒悟啊 或者是一些啟發 這個就很好玩 這個議題呢就丟給大家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呢 就去找一本《星石頭記》來看 但是當時晚清呢 像這樣的書呢 多如過將之際 我有一年呢 在一個學期中就開這個課 包括《紅樓夢》的敘述在內呢 除了《星石頭記》之外呢 還有《紅樓圓夢》 《後紅樓夢》 《紅樓奇夢》 《紅樓》 《什麼夢》 各式各樣的 它的起點就在於 不滿意 林黛玉死以後呢 賈寶玉取了薛寶釵 這種不圓滿的人生 所以呢 勢必有的要讓林黛玉復活的 復活了以後也沒有用啊 所以突然之間得到一筆家產的 然後掌管家務得到一大把的鑰匙 有很多的至高無上的權利的 這樣才能夠配得上賈寶玉等等的故事 就不斷地翻新出來 都是因為大家讀了曹雪芹的原著 跟高二的敘述之後呢 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去發展出來 那一個學期只講這些敘述 講了一個學期 所以從大概嘉慶以後開始 道光道光訓年間 都有這一系列的敘述 這是第一個背景 就是因為大家不滿意 林黛玉怎麼就死了呢 我實在太不開心了 所以我就自己來寫一個書 有讓他復活的 有在他死的那一刻 重新銜接的 沒死的 各式各樣的 這是這麼多敘述的第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當然就是 內憂外患的問題 就是中國有很深重的憂患跟隱憂 他跟日本不一樣 日本的國家小 他說開放就開放 我們就馬上開放 開放到我們一下子 就快要破產了 我們就革新 他的變動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他這個日本文化 他是一個沒有核心的國家 他有很多的文化學者都比喻說 他像一個洋蔥 你慢慢地去撥開他 撥開他 撥到最後他是沒有主心骨的 他就全部撥掉了 但是他每一片洋蔥上面 都有日本的跟國外的文化交融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痕跡 所以我覺得他因為沒有很大的包袱 他沒有很大的背景 不像中國 剛開始的時候會這樣掙扎說 西方的文化比較優勢 船艦泡力比較強 我們是不是就全盤西化了 口號喊不出來 喊出來以後很背德很不孝 很違反了祖宗家法 所以呢 在這個問題上掙扎了很久 最後還是不得不在五四 就是昨天是五四運動的紀念日 一百零二年 五四運動一百零二年 就終於在五四的時候 爆發了一個全盤西化的口號 那也是比日本的明智維新要晚很多很多了 所以呢 在那樣的背景底下呢 這些大量的《紅樓夢》的敘述 的展現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背景 就是除了林黛玉死 大家感覺到那個奮奮不平 想要搬回議程之外 還有就是當時的局勢不好 就是國家的局面 局勢很不好 希望透過小說的寫作說 我們科技也是很強的 我們有捷運 有地鐵 還可以去中非洲旅遊 等等的 最後他還做了潛水艇 所以王德威教授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 說賈寶玉做潛水艇 其實就是在談 吳沃瑤的科幻小說 就晚清的科幻文學 所以從北宋呢 談到晚清 都是非常特殊的朝代 北宋算不算強國呢 很難 很難說算很強的國家 如果你從船間跑裡 從國防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算是相當弱 那晚清呢 局面又更弱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環境之下呢 有一些科技的面向的 這個幻想的空間出來 或者是實際上長足的發展 都讓我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可以再繼續鑽研跟發揮下去 希望今天這樣的談話呢 讓大家開啟一個面向 開啟一個興趣 就是說 其實呢 理工人才呢 也應該要多看看這些古典文學作品 說不定哪一天呢 因為從這古典文獻裡面 發現了一個可以做實驗的基礎點 就發展起來了 那iPhone就是我們發明的了 那iPhone耳機就不是它發明的 是我們發明的 他們當時也吃一些要玩 可以一整天都工作 不會累 或者喝一點飲料 某一種特殊的食品就是了 那現在可能有很多代餐 類似像這樣的情況也出現了 那當時出現升降梯 也在小說裡面出現 但是我們電梯是 後面以後才有的事物 那時候晚清的小說 就有升降梯說 嘿 不用走樓梯 你跟著我 然後就可以開始升降 這個也都非常特殊 還有很多很多 包括女性要不要生孩子啊 這些問題 都在這個女蛙石 不是有後紅樓夢嗎 紅樓圓夢 紅樓奇夢 紅樓愁夢 新石頭記啊 它有一本書叫女蛙石 就是女蛙烈食古天的女蛙石 它比較站在的是 女性主義跟女權的問題上 重新去看待紅樓夢這本書 也就是再做了一次敘書 以前的中文系的老師同學們 比較不在意這個晚清的這些 紅樓夢的敘書 就好像西游記也有啊 水虎傳也有啊 大家都覺得 後面叫蕩扣制嘛 這些敘書都覺得狗尾敘雕 寫在幹嘛 林黛玉復活 你覺得好看嗎 那所以呢 把它罵一通以後呢 這個書就沒有什麼價值 那但是今天如果從科技面的角度 從社會學的角度 從人類學的角度 從人類學的角度 重新去看的話 我們會想一想 那個時候的人究竟在想什麼 那個時候的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浪漫的突發的奇想 受到外國人的影響吧 然後也覺得自己要力求圖強 可是一個人又做不到 那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在書斋裡面做很多大篇幅的幻想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科幻小說有的時候是 真正科技發展的搖籃跟溫床 那麼多人想那麼多的事情 這個日本人 但是在英國長大的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叫《石黑英雄》 他的小說呢 著名的小說叫做《別讓我走》 《 never let me go》 《別讓我走》呢 其實就講一般的小朋友 一個班級上的小朋友 他們跟大部分寄宿兒童呢 都差不多 每天上課老師教他們 他們都乖乖地學習 但是呢 最後他們發現 我們已經覺得很奇怪 他們怎麼都不用回家 沒有交通車來接 也沒有爸媽來看 後來呢 有一天下著雨 不能上體育課 有一個學生就說 發起了一個夢幻的願景說 我將來長大 要當電影明星 要到美國去 另外一個說 你要當電影明星 你要去美國 那我也要去美國 我要當體育選手 那個又說這個 這個又說那個 老師呢 在窗外 面對窗外看著雨景 實在聽不下去 就轉過頭來對大家說 小朋友千萬不要做這樣的幻想 你們沒有未來 你們是一群複製人 你們的任務就是呢 你們的本體發生病變的時候 你們要把器官拿出來移植 那一個人可以移植幾個器官 好 就算是最不重要的器官 移植了三個也會死掉 就是最邊緣的器官移植了三個也活不了 沒有一個人可以動到第四刀 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他們的工作跟任務就是 譬如說 我有一個複製人 等到我五十歲的時候 哎呀肝不好 或心臟要換心 他就要負責 要把那個器官換給我 讓我可以永垂不朽 那他就餘命了 好 所以就寫了這個故事 那這個班上有一對男女青年呢 因為相害的關係 就去拜託校長呢 可以延續他們的生命 讓他們再相害一年 因為那個男孩子已經動了兩次手術了 一次是膝蓋的關節 一次是什麼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 跟校長說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兩個就開始亡命天涯 那最後還是被抓回去 那個男孩子動了第三刀之後 取出了一個重要器官 就過世了 那大家不是看得很上心嗎 很難過嘛 所以複製人就不做了 就是在 我有問過宜蘭大學的這個 農業方面的 還有生物科技方面的老師 就說 複製這個工程怎麼樣 他說複製豬跟複製養 絕對沒有問題 不用外國人做 台灣的實驗室就可以做 一根細細的使館 就做出來了 但是複製人法規不同意 所以這個 我覺得還是跟十黑義雄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已經寫出 那個悲情的狀態 讓每個人看了以後 他有拍成電影 所以看了完小說 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時候 都覺得很傷心 所以複製人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千萬不能做 不是科技沒有到達 不是科學技術沒有到達 而是做了對人類社會 有更大的負面的影響 包括我們的感情啊 我們的心理啊 還有人倫的價值啊等等 都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現在還想起來 沈闊的孟希筆坦裡面 做了一個AI的機器人 這非常的特殊 他其實是一個道士 做了一個中奎 你們知道中奎嗎 就是他長得很醜的 那個抓鬼的中奎 那中奎的形象呢 他這個右手呢 拿了一個剪 簡單的剪 那是一種棍子吧 那是一種武器對不對 就像鞭一樣的那種長長的武器 這個右手拿一個剪 左手呢就拖掌 這樣子 所以做成這樣的一個姿態 那什麼狀況下他會動呢 機器人會動起來呢 有老鼠跑進來的時候 他會在那個手掌上啊 放一個誘餌 老鼠呢就跑過來 要吃那個耳的時候 這個手掌就合起來 那個手掌一合起來以後 那個剪就打下來 老鼠就對著 對著那個老鼠的頭打下來 那老鼠就死掉了 那其實這個很有趣啊 他記載的粒粒如繪 非常的詳細 大概就是一個機闊吧 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齒輪啊 會什麼機闊 承重以後 就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機器人 他要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打老鼠需要這樣嗎 打老鼠需要做的 這麼可愛精緻 栩栩如生嗎 好像你那個電文拍 要裝飾得很漂亮 才能拿來用一樣的 有一點荒唐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發現 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為了要乾液 他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他就獻給金王 金周的王 王爺 金王 金王看到這個東西 覺得不錯啊 你是能工巧匠啊 這個打老鼠還蠻管用的 然後就把他收下了 後來呢 金王見皇帝的時候就說 我屋裡有一個能工巧匠 這個機器人是他做的 你只要這邊放一個老鼠的誘兒 打下來老鼠就死了這樣 那皇上就說 因為不錯 我能不能見見他 因為我最近青天見 少一個這個機械方面 因為不是有魂天儀嗎 有喉風地動儀啊 觀測地震的那些 我最近青天見少一個 少一個人 能不能請他 來見見他 他就這麼見到皇帝 然後就 不用考高普考 就到政府部門去做事了 所以 他當初做那個機器人 就是有這麼一個 希望有這麼一個用途 然後反而他就說 皇帝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那你為什麼就是說 他還做了一件很離奇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人呢 準備好那個 彩色的那個目鏡啊 說今天有日食啦 那我們要準備看日食 那可是古人認為日食是不祥的 是不祥的 所以呢 我們要想辦法呢 讓這個國家呢 不要讓天狗 把我們的太陽 月亮吃掉 於是呢 這個做機器人的這個設計師就說 這個道士呢 就說 我可以做法 讓今天天狗不來吃月 然後不來日食 大家就說 你這麼有本事啊 他說對 我開始 開始做法 就那天真的沒有日食 大家就覺得很厲害 皇帝也說 你真的來神人也 你會變魔術是不是 還會變法術 他說我不是 我只是會計算 然後我也告訴你們說 今天其實有日食 但是是在地球下面我們看不到 好 那所以呢 我就騙了大家說 今天其實沒有日 我就騙大家說 今天日食是我變不見的 好 皇帝說 你這一系列的動作 你也告訴我們說 你是騙人的 譬如說 鍾奎這個東西 你刻意做的 我目的是為了要見我 然後呢 其實有日食 然後但是因為呢 我們的角度看不到 所以呢 我們以為 是你變不見的 你又告訴我們說 其實就是不是你做的 那你這麼坦白告訴我們 究竟為了什麼 他還就是為了要做官 他還就是為了 希望能夠進天文台 然後謀得一官半職 做了這些事 但是也反映出 當時的科技面相 還是相當發達的 這個觀念很好 所以讓我們知道 很多天文啊地理 以前古人說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中國古代有很多人 確實已經達到這個地步 已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很有趣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不能夠在 孟希彼壇 以及新石頭記上 打轉太久 但是呢 就希望呢 今天給大家一些 新的想法跟新的課題 說不定 在座有很多理工的人才 聽聽之後也覺得說 博文不會那麼無聊 那這個就是 古書裡面呢 有很多新鮮有趣的話題 等著我們去發掘 說不定哪一天 我們的實驗室啊 工作室啊 寫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就可以這麼跨領域的 來玩一下 把一些就是 從前的那些 史料或資料呢 轉化成為一個 新的養分或新的 實驗的或科技的這個課題 說不定可以這樣試試看 這幾年來跨領域的課題 也是很熱門很流行嘛 盼望可以從這個角度呢 啟發一些 教育部的新的課程輔助計畫呀 或者是 科技部的一些新的 就是 公開的這個 課程招募計畫 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去 試試看 去寫寫看 同時也可以聯絡一下 你們這個人社院的 老師同學們 或者是藝術中心的 老師同學們 大家一起共同來 開發或啟發一些 新的課題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來談談 《紅樓夢》昆曲 這個話題呢 是這樣子的 以前呢 在戲曲舞台上 如果要演出 《紅樓夢》的話 那大概就是演出 賈寶玉跟林黛玉的故事吧 雖然這部小說裡面 還有很多人 但是你想想看 我們買一個票 到國家戲劇院去看戲 或者是台中歌劇院去看戲 大概就兩三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怎麼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演完呢 所以我們就要抓一個主軸 就是演一個愛情的大悲劇 大概是如此 那如果昆曲也有演出 全本紅樓夢的話呢 也可能要看三天 就像全本牡丹廳一樣 要看三天 但是也不可能全都很全 不過大家就是環繞在這樣子的一個演出模式上呢 沒有更新 沒有變化 什麼時候才開始做了一些更新的變化 大概是最近這幾年吧 很多的紅學界的老師們呢 同時都發現 曹雪芹的祖父叫曹寅 子丑銀卯的銀 曹寅呢 他生前啊 生平的最大的興趣跟喜好就是昆曲 那他自己有寫劇本 我常常做一個比喻 就是說 如果呢 你在師大音樂系 主修什麼好呢 主修指揮 主修鋼琴 那只有一樣樂器而已 主修小提琴也只有一樣樂器 我喜歡所有的樂器都在一起 所以我就去主修指揮 我真的認識這樣的一個人 好多年前喔 我是認識他媽媽 他媽媽跟我講說 小時候就想要送女兒去念音樂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小提琴好貴喔 一百多萬 那後來上了師大音樂系說 要主修指揮 我們也不知道指揮是什麼 可是很花錢呢 每個學期都在拿錢 我後來就恍然大悟 因為呢 他畢業考的時候需要一個樂團 因為他要指揮 所以如果你是主修作曲 或者是編曲 或者是編劇 或者是編劇 或者是指揮 有一個大型的交響樂團 有一個劇場 有一個劇團 能夠讓你驅使的話 那是多麼過癮的一件事情 後來我們就發現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呢 就是一個專門呢 會寫昆曲劇本的人 今天呢 我的老師洪維助教授說 台灣會寫昆曲劇本的 這個應該華人世界啦 這個一個手指 一個手掌 就可以數完 大概就五六個人而已 所以這也是非常高難度的一種文學創作 曹英就會寫 所以他寫了幾個劇本之後呢 後來出土了 被發現了 叫絮琵琶 寫這個曹操 有一天突然想到他的老朋友 蔡雍的女兒叫蔡文姬 就說蔡文姬到哪裡去了 他說欺品丞相 他被匈奴抓走了 已經嫁給了匈奴的左蟬魚啊 一十幾年了 孩子都生三個 曹操一想難過啊 那是我的故人之子啊 於是呢 曹操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 他竟然就花了重金啊 去把他輸回來 所以歷史上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叫《文姬歸漢》 曹英寫的 曹操的面相就是寫 一個普通的平常的思念故人的老人家 他的心情 寫得很生活化 也很貼近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情 據說這個劇本寫得很好 但是呢 目前為止沒有什麼人可以演出 所以大陸有 北京有幾年呢 就專門演這個曹營的絮琵琶 那時候呢 他們也跟我們接洽 就是說台灣也演嘛 台灣也可以演出絮琵琶 因為他的那個劇本已經 就是有出土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博物館裡面只有半步而已 有點殘缺 但是是看得到的 但台灣沒有走這個面相 台灣走了《紅樓夢昆取》 另外一個面相就是說 也是一個高難度的嘗試 就是《紅樓夢》裡面幾乎每天每個人都在吃飯吧 所以你一定可以做《紅樓宴》對不對 每天每個人呢 都有繡一些服裝啊 穿一些衣服 因為他們是江陵之造 所以這個服飾對他們來說呢 是他們本行的絕活兒 所以林黛玉穿什麼 王熙鳳穿什麼 那都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我覺得他要講一年兩年 三年四年大概都沒問題 就是光是這些服裝啊 絲綢啊 配件啊 刺繡啊 什麼叫雲錦啊 怎麼去織啊 紡織啊這些 金線是怎麼來 孔雀線又是怎麼來 這個可以專長好好去討論 那有吃的 有穿的 還有他們幾乎三天兩頭就看戲 他跟我們現在一樣 不是每天拿著手機嗎 就看了很多的 Apple TV啊 Netflix啊 真的好看的這些影片呢 都在你的手機上 還有你的平板 還有你的筆電上對不對 他們也是每天幾乎都在看戲 那究竟他們看什麼戲 已經三百年過去了 跟我們今天看的戲一樣嗎 可不可以重新復刻 如果呢再重新編排 在舞台上讓大家來看一看的話 我們會不會每個人都變成賈母 跟賈寶玉呢 這個一旦有這個發想以後呢 就開始去實現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螢幕上呢 就是2019年呢 其實我們從2018年就開始規劃 這個《紅樓夢昆曲》 這個書法字呢就是洪維柱教授 中央大學中文系退休的教授 他有一個昆曲研究中心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多年收藏的資料跟影片 還有一些服飾 戲服等等 還有一些劇本 這個收藏量非常的大 所以中央大學呢 就成立了一個昆曲博物館 大家距離很近嗎 有空的話可以去踏查一下 我們有一句話說 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要找任何一筆昆曲的資料 跟中國昆曲相關的資料 中央大學的昆曲博物館 跟研究室找不到的話 那這世界上就沒有了 所以最好的東西都在 中央大學的昆曲研究室 他就研究中心 然後跟一個博物館 歡迎大家呢有機會 就這個結伴去參觀 也可以請老師啊 就是助管的老師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這個書法字呢 也是洪維柱老師寫的 當時我們在想說 這個系呢 要做什麼總標題 後來老師就說 那就紅龍夢昆曲 我就覺得很不錯 他其實 洪老師其實是我們的書法老師 昆曲這個東西 可能他覺得太難 所以大學四年裡頭啊 他不太教昆曲 大概到大四以後 會上了研究所 他才有這個課 其實他在大學部的時候 給我們上的是書法 非常地挑剔 後來我就跟人家說 馮維柱老師是我的書法老師 他就說 嗯 你跟他學到了他生平最好的一樣 那個寶貝 所以這個毛筆字是他寫的 我覺得也寫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名字也是他取的 那麼到了2020年的時候 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就推出了第二個劇場 就在親子劇場 他在台北市政府的演藝廳 我都不知道台北市政府裡面 有一個表演廳很大 後來去了之後發現說 哇 台北市政府這麼大一棟樓 就在裡面二樓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表演廳 可以做上千人的表演廳 所以第二次 第二年的演出呢 就在這個親子劇場 第一年的演出 是在中正紀念堂的藍白廳 底下才坐兩百多個人 我覺得那一次的經驗非常地好 因為可以跟觀眾近距離地接觸 我們每個人就想像自己是 林黛玉啊跟賈寶玉 他們每天吃喝玩樂 食衣住行 風花雪月的時候呢 都搭配什麼樣的昆曲 什麼樣的戲劇在看 我們就想像一下 我們自己就是他們 那到了上千人的場地的時候 就已經失去了那個 服務跟對象跟焦點了 所以就滿山遍野的 連二樓三樓都有人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種場景 或者一種心態會想像 但是這個2019年跟2020年呢 演出的群幕是不一樣的 迷論上呢還可以演 明年還會再有新的群幕出來 也就是說這紅樓夢啊 一百二十回裡頭啊 三天兩頭就看戲 哪些戲可以先演 我們就先演了 哪些不能先演呢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了 早就已經被不演這個戲了 那你要重新去覆牌的話 要花一點時間 那就推到明年後年再演 所以原則上呢 前兩年會演出的是 比較常看到的 但是也有一些呢 是早就不演的戲 那明年呢 判斷還有一些更新鮮的 這個我們現在的昆曲的市場上 或者是舞台上很難呈現的 就在明後年的時候呢 會再陸續推出 這個就像紅樓葉一樣的 因為有一百八十多道菜 所以你可以吃很多年 都不會重複 那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啊 紅樓夢昆曲是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影片上的人物是薛寶釵 她是1987年87版的 電視連續劇的女主角 我覺得她是 這麼多年來 各種不同的電視連續劇 包括電影在內 最像薛寶釵的一個人 小說裡面說 臉若銀盆 眼若水性 聽得懂嗎 臉若銀盆 眼睛像水性 唇不點而紅 眉不化而在 聽得懂嗎 她是素顏的 唇不點而紅 眉毛不化 就有輕輕的帶綠的顏色 所以呢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 我們有一次呢 幾位紅學界的老師 一起吃飯聚餐 有一位老師就提出來 她就說 我真不明白曹雪晴為什麼要說薛寶釵 臉若銀盆 像一個臉盆一樣的 這樣子好看嗎 那我們大家想想就覺得有點尷尬 現在的人大家都喜歡 巴掌臉啊 鵝蛋臉啊 亞蛋臉 這樣子會比較秀氣一點 那如果臉圓圓大大的 怎麼會好看呢 後來想一想 古人的神美標準吧 古人覺得這樣子圓圓潤潤的 比較有福氣 那她其實另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她手臂也粗 所以在端午節的時候呢 袁飛娘娘呢 送來的一個手串 手環給她 她戴下去就退不下來 有一點難過 那如果你現在女生 如果戴了一個手環戴下去 說哇 這一輩都退不下來 那也是有點恐怖的事情 她拿了那個紅色串的戴下去以後 她是紅色的 手臂又很雪白 所以賈寶玉就說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好看到就 恨不得上去摸一下捏她一把 可是又不敢造次 然後就說 姐姐能不能把那個紅色串借我看一下 她就很難過一直拉不下來 拉得臉都紅了以後 就覺得自己很胖 有點丟臉 這是第二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呢 也是在夏天的時候發生的 這個賈寶玉呢 本來是因為薛盤過生日 要去覆宴 但是呢 因為林黛玉呢 有個十小性子 耍脾氣不高興 所以賈寶玉就沒去了 等到呢 一萬個好妹妹 一千個好妹妹 一萬個好妹妹 哄她回心轉意之後呢 兩個人就沒事了 沒事了以後 兩個人就一起到前廳呢 去跟大家坐在一起 這個時候呢 就遇到了薛寶釵 賈寶玉就說 前兩天大哥哥的好日子 我因為身上不太舒服 所以就沒有過去幫你們參加親生會 姐姐還幫我跟大哥哥說一聲 薛寶釵說 這個不要說你身體不舒服 就算你身體好的時候 我們也不敢太勞動你啊 這沒有什麼啦 姐姐今天怎麼不到前面去看戲呢 跑到後面來坐呢 今天家裡不是 他們家是天天有演戲 所以這個順口說一說沒問題 姐姐怎麼不到前面去看戲呢 她說跟人家擠在一起怪熱的 所以我就退到後面來 這不知死活 因為她剛剛已經得罪了薛寶釵 她自己不知道 有的時候男生要小心一點 女生的心情她不太能體會 因為你說大哥哥生日沒有來 是因為身體不好 那就是見鬼了對不對 騙人的 因為明明就是你跟林黛玉在鬧小性子 所以沒有空來 還說你身體不好 所以是騙我的 那現在呢 又問我為什麼沒有到前面去看戲 我說 跟大家坐得太近 擠在一起怪熱的 我就退出來了 結果薛寶釵不知死活的就說 哦 姐姐怕熱啊 因為姐姐體風卻熱 雖然聞言聞了一點 但是紅龍夢就是這樣 以後我們有機會多讀一些段落 就會發現她修辭很優雅 她不會說因為你胖嘛 她會說姐姐體風卻熱 怪不得有人說你想養貴妃 她如果一把火帽上來的話 就表示當時的人喜歡瘦的 跟我們今天可能有點像 那如果在唐朝的話這樣講 可能就沒有問題 可能啦 我猜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在清朝這樣講的話 可能大家都比較喜歡骨感一點的 瘦弱啊 弱不驚風一些的 所以她說 你姐姐怕熱的話 應該是體風卻熱 那難怪人家說你像楊貴妃 那個薛寶釵就一把火帽上來 就說 好啊 我像楊貴妃也沒有問題啊 我就是沒有一個好兄弟 像楊國中的 夾槍帶棒的就諷刺她 所以這個話就講得不好聽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綜合以上的幾個故事呢 就發現薛寶釵是一個比較肉肉的 白嫩的皮膚吹痰可破 這樣一個美女 所以我覺得87版的這個女生比較像 那到了2010年裡 邵宏導演的新版的電視連續劇 就換成她 太瘦了吧 其實我也聽到一些八卦小故事 原本她是要演林黛玉的 所以才找了一個這麼瘦的女生 但是呢 因為第一集演完之後 導演就忙忙命她 退下來換成薛寶釵 把林黛玉呢 把演薛寶釵的換上去當林黛玉 她就意思是說感覺啦 感覺她比較像薛寶釵 那個胖胖一點的比較像林黛玉 所以2010年的新版的 《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那個 林黛玉就是嘟嘟嘴 然後那個臉頰也比較豐滿的 看起來比較胖的 這個也非常奇特的現象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87版的這個 女主角的樣貌 那麼小說第二十二回呢 就是她的故事就登場了 二十二回呢是她的生日 她說叫江姬之年 什麼叫江姬之年呢 就是十五歲 十六歲就成年禮 就是古代的女孩子十五六歲的時候 算是成年禮 那就是一個大生日 這個大戶人家裡頭呢 怎麼是會盛大的來唱戲呢 那大概就是在 應該就是在生日的時候會唱戲 另外就是節慶的時候會唱戲 那我們今天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來看一下生日宴會的唱戲 這個是2019年演出的戲 主任有去參與 有看到這個胖姑學舌對不對 這個薛寶釵啊她過生日 老太太呢就說要幫她呢 找一個戲班子來好好唱一台戲 唱戲有分好幾種啊 看戲 清朝的人看戲有分好幾種 第一種看戲呢就是買票到劇院去看戲 那是最low的一種等級的人 自己買票自己上網去訂票 然後iPhone印出來以後呢 就到國家戲劇院去看戲 還要排隊入場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唱堂會 還不錯的小戲班子 整班給她搬到家裡來唱 整班搬到家裡來唱還要搭檯子 搭了檯子以後呢 唱戲的過程當中覺得人不夠 我們家才幾十個人 這樣唱戲呢不熱鬧 就把左鄰右舍啊 交通大學的同學們呢都請來 起碼要幾個兩百個人這樣才好看 所以就說我們今天我們家唱堂會了 要不要來看戲啊幫你留個位子 所以這樣就可能吃他們家老爺生日或什麼 但是有人的時候也沒有 就是高興 就是高興他就可以唱堂會 第三種等級最高的是 自己家裡面養了戲班子 那現在這種情況呢 自己為什麼要養戲班子呢 你錢太多嗎 因為這個所有的首飾啊服裝啊 音樂的話應該是可以重複啦 因為你那個胡琴跟昆迪不用重新買嘛 可是你如果演出長生殿這一套衣服 還可以拿去演牡丹亭嗎 應該不行對不對 所以那個花費率是很大的 但是呢 它其實背後還是有個背景 就是說清朝入關將近一百年之後 阿兵哥都不能打仗了 就是感覺很瘦很柔弱很文弱 因為當時那個清兵入關的時候 滿洲勇士多票漢 大概八十幾年一百年的時候啊 你就已經發現說現在的年輕人啊小朋友啊 男生女生都很文弱 後來他們發現呢就是雍正皇帝他們發現 其實是跟看藝文節目表演有一些關係 就是大家下課下班以後呢 就跑去國家戲劇院看戲 就跑去中山堂看戲 就跑去青子劇場看戲 那所以那個什麼軍訓課體育課那些啊 基本上都不重視了 就比較重視文藝的東西 以前滿洲人在關外哪有這麼好多好看的戲可以看 現在一旦呢這個清朝建立了以後呢 清兵入關以後就發現 哇 暖風勳得尤人罪啊 所有的戲呢都一部比一部纏綿好看 所以他們都願意去看戲 其實今天說起來還是好的 如果我們大學部的同學下課了以後 趕快去搶位子要去看戲的話 我們是很欣慰的 可是當時雍正皇帝就覺得不可吧 應該要做更多的這個實彈射擊啊跟操演啊 所以呢就把那些國家戲劇院拆了以後呢 搬到郊外去 搬到什麼淡水啊 陽明山啊 搬到那個郊外去 就讓你覺得很遠 讓你覺得下班以後再過去呢 很困難 道路遙遠路途艱辛 你就自然而然放棄了去看表演 看什麼芭蕾舞啊 聽歌劇啊這種面頭 就沒想到有錢人呢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養了幾個戲子在家裡 那我就回家看戲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養成了這個養戲班的這個風氣 那賈府就是有自己的戲班 可是今天呢薛寶拆生日 賈母卻說呢 要找外面新鮮的戲班來重新唱戲 不然我們自己家那些人都聽都聽過了嘛 就不想要再聽新的東西 就想要再聽一些 包括昆腔跟易陽腔不同的腔調 所以就拉了一個外面的小戲班子來唱戲 那天到了 就是千呼萬喚使出來 那個日子終於到了 大家都很興奮 因為今天的表演是外面請來的 不是我們自己家裡面那幾個人在唱的 所以呢我們拭目以待 結果林黛玉呢就慢慢慢慢地化妝 愛理不理的 你知道她有小氣病又犯了對不對 她就覺得說 憑什麼她生日就要這樣子過 大家都那麼興奮 辦得那麼期待 那麼開心 辦得那麼盛大 還搭戲台子 所以她愛理不理的 賈寶玉為了哄她就說 妹妹妹妹我們趕快去看戲 這個沒有什麼啦 不過就是因為今天她生日嘛 感覺沒有人等到你生日的時候 我們也叫一台戲來唱給她看 這樣講還是蠻有愧靠的 聽起來也不錯 心裡面就爽快一點了 於是站起來跟她走 結果到了會場上 哎呦烏鴉鴉坐的很多同學們啊 老師們啊都已經到了 賈寶玉跟林黛玉就坐在前面這一排 想說等一下要看戲 舞台在這裡 就沒想到呢 賈母就問薛寶差啊說 好孩子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想看什麼想吃什麼儘管點 這個薛寶差的年紀呢大概十五六 賈寶玉的年紀十三四 林黛玉十二三 這樣子好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林黛玉大概十二歲多 賈寶玉大概十三歲到十四歲 就國一國二 薛寶差大概高一 最大的是花席人 大概有快十九歲了 那賈寶玉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數 到十九歲的時候出家 總而言之他們倆一坐下來 坐在第一排第一個 用貴賓席席 他們坐下來就準備要看戲 那薛寶差就是壽命點戲嘛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她十五六歲 是高一高二的女生嗎 這個女生啊 跟我們現在的女生可能有點不大一樣 現在的女生如果爸爸媽媽說 今天是你生日啊 要吃什麼 Fu Panda趕快點 然後你會怎麼點呢 把那Fu Panda那個APP打開以後 第一個先點奶奶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再點爸爸媽媽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再點叔叔伯伯阿姨喜歡吃的東西 都是別人喜歡吃的 戲也一樣 所以她就是一個古代最典型的淑女 大家閨秀的典型 就是長輩最喜歡的人 那為什麼先點家母喜歡吃的東西呢 因為家母牙口不好 牙齒不好 老人家嘛 所以就點一些軟軟爛爛甜甜的東西 所以這些人都伺候到了 然後點戲呢就開始 老人家就是這樣子 那遙控拿著就睡著了 然後把遙控拿走她又醒來了 所以這個演那個牡丹亭 一壓壓很久的話 大家後面都睡成一片這樣不好看 所以呢小說裡面就說 薛寶釵先點了一齣西遊記 再點了一齣水浮傳 前面那兩個人坐在那裡的臉都綠了 他們很想換到後面去坐 但是已經來不及 就看了西遊記又看了水浮傳之後 賈寶玉就不高興 她是替林黛玉生氣嘛 因為林黛玉等一下一定會給她苦頭吃 所以她就趕緊說 姐姐怎麼都只點這些 所以就是對她有一些批評或不高興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第一個 薛寶釵點的一個叫做胖姑學舌 當時呢 《紅樓夢》裡面並沒有說 西遊記是唱哪一齣 那我們就想說是三吊芭蕉扇啊 還是火焰山啊 還是哪一齣這個好看的西遊記 可能是當時三百年前 跟我們今天的觀念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喜歡看什麼 結果就回去查了史料以後發現 三百年前最流行的一齣西遊記叫胖姑 然後我們就面面相去 每個人都看著彼此 就是我們開會的時候就說 沒聽過這一齣 就請教了溫宇航老師 他就說三百年前最有名的西遊記是胖姑 可是西遊記裡面並沒有胖姑啊 西遊記裡面有很多的 9981代很多的妖怪對不對 要吃糖色肉的 沒有胖姑 結果呢 打開這個 就是劇本一看呢 是說有個老爺爺 在蒸籠裡面蒸了好吃的東西 等著孫子回來吃飯 哎呀我的孫子怎麼還沒回來啊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呢 有個胖姑帶著弟弟呢 王流兒呢 就一呀就跑回來說 爺爺爺爺爺我們回來了 你們去哪裡了 我們到街上去看熱鬧了 今天啊好好玩哦 有一個人的頭啊 光光光光光的就像一個葫蘆一樣 他就阿彌陀佛 爺爺爺因為有看新聞 也知道報紙上的消息就說 哦你們去蹭熱鬧了 今天啊 是這個唐僧要出遠門到西天去取經的日子 所以大家都出來送他了 你們看到的是一個大和尚 还有呢很多人排队排得很整齐 手上拿一个板子都鞠躬啊鞠躬啊 哎呀孙子啊你们好傻啊 你们看到的是文武百官啊 还有都看到了皇帝啊什么等等 那据说当时唐太宗呢 送唐僧出国门的时候呢 还有杂耍队伍出来 敲锣打鼓舞龙舞师还有杂耍队伍 最后呢胖姑呢就说 还有一些人呢手上拿着墨线 那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想不起来 爷爷说墨线什么样子呢你们做给我看 他就把他弟弟呢压倒在地上 然后就这样掉那个线 然后他的弟弟就这样动来动去 哦傀儡戏啊千丝傀儡啊 所以这个民间传说啊 唐僧要出远门的那一天啊 大家都来送行 所以呢路上很多摊贩啊 很多杂耍很多表演 所以胖姑呢就模仿那个 他在街上看到的东西呢 对爷爷做实况转播 就这一段呢其实是当时 三百年前据说是清朝人都在看的 我们今天人完全不知道 以前有过这样的一出 跟西游记相关的故事 那后来呢因为找出了这个剧本 就让他复拍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 新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 《红楼梦昆曲》的演出的时候 我们就演了这一则戏叫做胖姑学生 我们来看一小段 他们看到唐僧呢 以为是个大葫芦头 然后呢描述了一下以后呢 爷爷告诉他们说 你们看到的是唐僧啊 哦原来是个和尚啊 大家在欣赏这个昆曲的时候 发现他们都没有停下来 对不对 他们不会站在那里唱 一定会有很多的舞蹈跟动作 这就是每声不歌 无动不舞 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或者是唱出来的每一句台词 都是歌声 都是音乐 每一个动作都是舞蹈 他不断地 胖姑跟王流儿 是夹着爷爷一左一右 不断地在表演 不断地在表演 所以是一个中国非常经典的歌舞剧 那后面还很长 刚刚不是说各种杂耍都出来了吗 这个很好玩 所以我就能够看出来几个现象 第一个 薛宝钗是一个一等一的淑女 她十五岁上头就知道 她十五岁的时候成年里 女孩子十五岁成年的时候 她就知道 这个以家里面为重心 而不是以我个人为重心 如果是今天的小少女们的话 可能想说 今天我生日嘛 我来想看我要请哪几个姐妹涛 那个手帕娇呢 来家里面 我要一个三层的大蛋糕 然后我还要买哪些 大家喜欢吃的食物 爸爸要送我什么礼物 妈妈要送我什么礼物 我那个小侄女就是这样 她算计我弟弟跟弟妹 说如果考一百分的话就有礼物吗 然后她就很努力要考一百分 因为她觉得 爸爸有一个礼物 妈妈有一个礼物 爸爸妈妈有一个礼物 后来大家跟她讲 不是的不是的 你考一百分就有一个礼物 所以你看现在的小孩多精啊 为了要得到礼物 就努力考一百分 然后呢 她这样子就爸爸一个礼物 妈妈一个礼物 奶奶一个礼物 想的都是我自己 但其实呢 对于古代的这个 淑女养成记而言 她想到的是这个家庭 而且是要孝顺 孝顺 百善孝为先 孝顺是最重要的 可是她如果只有孝顺的话 她就没有办法照顾到 前面那两排那个弟弟妹妹 那两个弟弟妹妹已经抗议了 尤其是那个妹妹 已经翻白眼 看到那个西游记的时候脸都绿了 因为情窦初开的年纪 最喜欢看的还是西香记跟牡丹亭 今天没看到西香记牡丹亭就算了 下一出戏 穿戴好又登场的竟然是这个 《水浒传》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谈说 原来红楼美人爱看水浒英雄 看完了西游记又看水浒传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叫鲁智生 大家知道吧 鲁智生在喝酒的时候 有一个小姐在旁边 一直哭一直哭的很伤心 她说 扰了撒架喝酒的酒性 是什么人在哭 过来 那小姐哭了半天就过去 说在市场上有一位正关西 有一位大爷 他强娶我为妾 我不愿意嫁给他 也不行 后来他把我抢去了以后 入了他们家的门 才发现他们家大娘子不肯 又把我扫地出门 那这个正关西 他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好处 所以他就说 要我还他就是聘礼 他说天可怜见 他把我抢去的 根本没有给我什么聘礼 现在把我扫地出门了以后 还说我欠他钱 那我现在是在店里面唱小曲 唱一支才十块钱 我说要还他十万块钱 我们要唱多久才能唱得完 所以我每唱一个曲 就呜呜呜呜 就难过就哭起来了 这个鲁智森就说了 在江湖上哪有一个人叫正关西 我没听过啊 旁边的人就说不是啊 是在那个批发市场上啊 卖猪肉的那个 好你个杀猪的 你老爷都没有叫正关西 你敢叫正关西啊 因为他姓正 叫正徒 徒夫的徒 于是呢就自己就 自好正关西 说我都还没有叫正关西 你敢叫正关西 我去跟你会会 看看你怎么样的人 于是到了市场上 就三拳打死了正关西 这个是不是你们 中学国文课本 某一个品牌的课文里面 有收录过呢 走去跟他一眼不合 揍了他一拳 然后这个人爬起来说 你还敢起来就再揍他一拳 三拳就把他打死了 而这三拳呢 打出去的时候啊 的那个状态 那个拳头 然后那个正关西 就是正徒这个人 感受到的那种 那种痛楚的滋味啊 酸甜苦辣痛楚 等等各种不同的滋味 因为打在眼睛里面有不同的 打到鼻头有不同的滋味 所以呢都写尽了 就是那一段好像就后来 在从以前到现在的 中学的国文课本里面 都有一些牌子的 国文课本会悬路 那于是他就降生再逃 他打死了人以后呢 就马上就逃亡了 动作也很快 官府还没来追拿 就逃亡了 逃到哪里去呢 到武台山去出家 可是他不是出家的料哦 他喜欢喝酒 他叫做花和尚鲁制参嘛 喜欢喝酒 有一个说法是因为 他有一身花秀 他那身上上半身的刺青满满的 很漂亮 所以叫做花和尚 总而言之呢 他又结党了又喝酒呢 可能又吃肉呢 又不守清规 所以方丈住持受不了了 就请他下山 那这一段戏就是在唱那个 《罪打山门》 他说师父真的不留我吗 不是我的问题啊 是大家已经引发重怒的问题啊 就请他下山 所以他走到山门的那个地方 他下山走到最后一个出口的地方 那个叫山门 走到山门的地方说 哎呀 今天就是满肚子不爽快啊 今天就满肚子不爽快啊 今天就满肚子不爽快 所以我要稍微的那个疏散一下筋骨医師 就在那里打了一套罪犬 就在那里打了一套罪犬 这个在这个剧场里面看到的鲁智森呢 是单脚站立 然后打了一套罪犬 所以我觉得他那核心肌群呢 很给力 从头到尾打了这一套罪犬 最后就说 这个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非常的洒脱 非常的潇洒 所以薛宝采就告诉贾宝玉说 他说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你说 武打戏里面有没有好文章 贾宝玉就从那一刻开始领悟了 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走的时候一样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这是一个伏笔 你们知道小说伏笔吗 伏笔意思就是说 远远地伏到他一百二十回出家 所以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写法 总而言之呢 就像《红楼宴》一样 《红楼戏》呢 也是演不完的《红楼梦》 《道不敬》的《红楼梦》 有很多的戏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刚刚举牌说下课了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暂时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五月十五号 一起来看戏 到时候我会在剧场上 跟大家再讲解更多 好看的好听的昆曲 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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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